嗨各位小财神,我是宝可梦 今天的主题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中国信托的顶级卡 你刚刚看到这个画面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这个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但是事实上它就是银行的顶级卡 那像我手上呢,就至少有10张 今天就一一的来跟大家介绍说 到底银行的顶级卡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这么趋之若鹜的去申办 还是事实上它就只是粪卡 就是没有用啊,它只是废卡而已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啦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正题 今天的主题会跟大家聊一下 中国信托的顶级卡有没有什么基本的权益跟福利 那它的申请资格又是什么 我们会在第一个段落跟大家解说 那再来第二个段落也是最精彩的 就是我精选了大概10张中国信托的顶级卡 那它们的产品权益呢,跟大家分析 还有我个人认为它的亮点是什么 这个在这个段落会跟大家解析 第三个段落是我会怎么去使用中国信托的顶级卡呢 我有用到一些怎样的权益优惠跟大家分享小撇步 那最后就是顶级卡都要缴交年费 这个年费要怎么处理呢 也会在这个段落跟大家说明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主题啦 中国信托顶级卡的基本解析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其实这个卡片我已经剪卡了 这个因为你如果要缴年费的话 基本上对我来讲不划算我就不会用了 但是它的卡片其实算是蛮漂亮的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它有一个中国古代一个顶 在这个位置上面其实很不错 那它的背面也是一样 就是蛮普通的设计 但是呢,它的正面的设计 其实算是经典的版本 就蛮好看的 所以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有一张这个Mastercard的版本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它的基本的资料 你如果持有这张这个经典版的顶级卡 不论是Visa,Master或是JCB 那么你可以享有的就是 一年有两次的国际机场接送的服务 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用不太到 那提供大家参考 每年呢,不限次数最多可以使用 30天的国际机场停车 所以你常常要出国洽工 然后车子都要停在这个桃园机场的话呢 这是可以用得到的 第三个 年度有四次的国际机场贵宾室的进入服务 这个我也蛮常用的 之前还可以常常出国的时候 我倒是中信的顶级卡 就是一刷就可以进去贵宾室里面用 那符合资格的部分都不会额外收费 这个蛮好的 那第四点 那个一年有三次100公里的免费道路救援脱掉服务 那记得要这个先登录 登录你的这个车牌号码 那到时候就可以做这个脱掉的申请 打电话给客服就可以了 第五个 每日一次 每次最多两个小时的市区停车优惠 那每个月可以上线十次 以前的福利比较好 但是现在福利变得比较差 以前的话呢 几乎是一天可以停三小时 然后天天都可以停 那现在已经缩水到每个月只能使用十次 那每一次就是有两个小时的免费折底这样子 那最后也就是 如果有刷这个旅行 出国机票或团费全额 那就可以有五千万的旅行平安保险 或是旅游不便险 这是这个卡片的基本的这个权益 那也提醒大家 就是中国信多的顶级卡呢 它是一个称号 就是说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版本 比如说ANA联名卡 那它有一个顶级卡的版本 然后像华航联名卡或者是环球联名卡 其实都有 但是呢 没有附加任何联名单位的 就是像这一张 它就是属于经典款的 那经典款的这个权益怎么样呢 除了刚刚讲这个基本资料之外 还有这个刷卡回馈 如果你办的是无线卡或是极致卡 它给的是红利点数三倍 或者是五倍的回馈 那因为中信的红利点数 每一千点可以九点八十元 所以算起来大概是 0.24左右的这个现金回馈 所以你红利三倍就乘以三 就大概是0.72 没有到0.8 那如果你是海外五倍的话呢 算起来大概是1.2%左右 所以其实都蛮差的 卡片的基本刷卡回馈很烂 但是它的附加权益还不错 所以这个就是 大部分的银行在操作顶级卡的时候 会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 但如果你想要拿到的是 基本刷卡高回馈的 你可能用台北富邦J卡有2% 绑定Line Pay有3% 可能就比较高 或者是你用永峰大户也有2% 所以这个小自主而言的话呢 这些卡片可能就相对不适合你 因为如果这些权益上面讲到的 这个机场接送 机场贵宾室都用不到 或是市区停车用不到 那这张卡片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 你就可以跳离这支影片了 没有用这样子 那红利点数的部分 特别注意 它是有两年的校期 但是这边还是有个小撇步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红利点数呢 在上一次的网银系统里面 你可以自己在网银里面直接 就是延展延展延展 那我一延展都延展了5年 所以我大概2027年之后才会到期 那现在的话呢 如果你是顶级卡的使用者 你的点数要到期了 你可以打电话给中国信托的客服 请他们帮你做一年一年的延展 这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是打电话去问他们 是说可以的 以前比较方便是 你可以在网银自己操作 所以你的点数基本上 就是没有到期的问题 只要有任何一张顶级卡 在你自己的帐上 就可以申请这样的服务 打电话去跟客服要求就有了 好 那我们来仔细的说明一下 这个市区停车好了 因为市区停车 我相信很多有车一族的人 对这个都是蛮在乎的 那毕竟停一个小时 如果50块 50块还算便宜的 一天两个小时就省100了 那他说一个月有10次 那就是省多少 就省1000块了 所以这个一年 一个月可以拿1000块 一年就12000 那就是基本上年费都拿回来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市区停车倒是需要关注一下 那活动时间的话 通常都是年初到年底 自己要在使用这个权益的时候 记得上官网再去查询一下 相关的权益 好 那一般人 这种普通型的顶级卡 就是一个月最多就是折抵10次 那一次就两个小时 好 这个都是一样的 好 那有哪些通路呢 像中兴突突法 台湾联通 24TPS永固 全盈或者是iParking 这个车库或者车马戟 都有合作 那全台湾大概是有900多个 停车场都是符合规则的 所以你在使用之前的话 请你上Google去查询一下 你现在要过去的那个地方附近 有没有这种联名 或者是这种连锁的 有的话呢 你就用这张卡片 你就可以省下一些钱这样子 不过它还是有一点使用门槛 它这边有写到 比如说你前一个月的信用卡 账单要2万元 或者是前三个月加起来要10万块 或者是前12个月刷60万 就可以使用这样子 那这边有个小小的撇步 提供大家参考 就是现在是缴税季嘛 或者是你去年你有用中国信托的这个缴税服务 那就是可以分12期到18期 那比如说你要缴的税有18万好了 那你如果分18期是每个月就缴1万块钱 那你是不是就符合每个月2万块中的其中1万块 就是你的众所税支付了 这是符合资格的哦 那你就是每个月只要在额外新增消费1万块钱 这样就符合最低了哦 像我去年跟我家人大家都用中信卡缴然后分18期 其实我们一个月大概就是1万5的众所税要缴出去 那每个月只要在额外花5000块 其实每个月都有达到这个2万块的最低使用门槛 所以这也是一个小撇步就是如果大家的众所税 不知道要缴哪张卡片 但是你有这个停车的刚性需求 你把它拿来做分期 它每个月入账的金额就符合这个活动规则 那也提醒大家 这个只有前三个月跟前一个月的信用卡账单的新的消费 是有记录众所税的分期 那前12个月的账单金额达60万这个门槛 是不会计算众所税的分期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机场接送的部分呢 其实也是我之前很常用的 之前常常出国的部分的话 尤其是不同的这种要缴交年费型的顶级卡 其实都有提供额外的这个机场接送服务 有一次我们全家人一起去福岗吧 就是去九州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了 我姐姐他们一家人就用了两趟 我自己用了两趟 然后我爸爸妈妈从彰化到桃园机场 也用了两趟 所以总共一口气就用了六趟 所以呢 中国信托在使用机场接送服务上面 他的资格认可是比较宽松的 我觉得这对消费者来说也是蛮友善的 那他的这个使用门槛是什么 比如说近12个月账单累积达60万以上 如果你是传统型的 这种普通类型的 他的门槛就会比较高 但如果你是像ANA 或者是像华航卡的话呢 他的韧列就会比较宽松 就会比照这个刚刚前面讲的 这个前一个月2万 或是前三个月10万的这个门槛 就可以去启用这个服务 所以其实他的韧列是相对弹性 只要你是有贡献的客户 他都愿意给你比较多的这个使用次数 或者是门槛降低 那如果你用的是顶重无线卡 就一年有六次 ANA极致卡或无线卡就是一年两次 一张卡片就是给两次 就是缴一次年费就给一组这样子 那垂上无线卡也是两次 大冲华吸手费两次 LEXUS商务世界卡也是给两次 所以你这些卡片如果都有的话 你的机场接送服务就可以累累计这样子 那因为现在这个入境的话 是要用防疫计程车 要先这个检测 所以说他就不能够去使用这个接机的服务 但是送机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申请条件呢 跟大家简单的说明 年满24岁固定年收200万左右就可以申请了 那或者是近两个月的平均资产达240万以上 减负以上的财力证明就可以申请 但是凡有规则必有例外 然后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撇步 就是我在六七年前就办了中性的顶级卡 为什么办得下来 我那时候年薪也不过才50万 为什么可以呢 其实银行是蛮看重你跟他往来的这个程度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使用有两个门槛 第一个门槛是使用其他银行的信用卡一年刷超过60万 那么中国信托它就可以让你就是首年免费 免费去使用 那第二个门槛是使用中国信托自家的信用卡一年刷超过36万以上 那么你就可以申请一次首年免费的顶级卡来使用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相对门槛比较低的 就算你的年收入没有到 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去申请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再来呢 第二个段落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 应该是大家蛮感兴趣 就是我准备了8到9张中国信托的顶级卡 那这些卡片有没有什么没感 有没有什么额外的亮点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第一组呢是101 中国信托的101顶级卡 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持有的 现在还是有在使用的 那就给你看一下 它的那个Visa是没有去背 就是还蛮丑的在这里 那它的背面大概是长这样子 就还蛮普通的 就提供给你参考 那这张卡片它有什么权益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顶级卡跟世界卡 走的就是跟传统型的一样 就是如果你是 你是Visa无限卡 那么你走的是 这个红利现金回馈 那如果是 Visa是红利点数 Messor Card是现金回馈 就看你自己喜欢的是哪一种 那这张卡片它在101里面 做消费 有基本的2%点数回馈 然后再看你自己拿的是红利点数 是现金回馈 加起来最高有3%的回馈 那这张卡片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每天都可以在101 停4个小时免费 只要过卡就有回馈 那不论是汽车还是汽车 通通都符合这个资格 那当然是停汽车最爽的 所以我觉得这张卡片办下来呢 基本上就是你的信义区停车卡了 停4个小时很好用 也省蛮多钱 尤其101好像一个小时要780块钱吧 所以74就280就省了两三百块钱 那如果你是天天去停的话那不得了 你这个省下来的钱真的是很夸张 那剩下都是美食街9折 或者是指令商店9折左右 那如果你要拿到它的生日礼 你可能就要拿这张卡片 在前三个月消费拿6000块以上 才能够拿到这个101的生日礼 之前都是直接给你 但现在都不给 就是门在门槛就有点往上提升 这张卡片一样 就是你可以透过我刚刚前面讲过的方式 来去试着申请使用 首年可以免年费 但是第二年开始呢 你还是要持卡刷50万 才能够免除次年年费 那其实我都没有刷到啊 怎样才能够免除呢 其实我们之前 YouTube影片 还有我的部落格文章都有特别解释过 就是如果你有顶级卡 就是这个类别的卡片 你使用这张卡片 一年有刷超过50万左右 它其实可以拿来做额度的这个年费相抵 所以重点还是你要有贡献度 有额外刷卡 然后它才愿意帮你启动这个折底的部分 那如果你对于这些卡片有兴趣 你也可以看我们右下角 这边有这个办卡的QR Code 有兴趣就可以直接扫码 一边听讲解一边办卡这样子 那第二张呢 是这个Lexus联名卡 Lexus联名卡有点微妙 就是我个人觉得它的卡片真的是 三四年前我拿到的时候 我觉得它真的是蛮漂亮的 你们看在这里 这个也是我有办下来的 那它的背面就是 因为它是平面卡 所以它的资料就是放在后面这样子 那这张卡片呢 我个人觉得它是蛮有设计感的 尤其是有各种不同的这种方格零格的样子 然后搭配它自己那个Lexus的L 其实是蛮有设计感 我是蛮喜欢的 不过这张卡片它也是持有的成本也是蛮高 因为你一年要刷50万才能够免赐你的年费 不然的话都是要缴交这个5000块 它年费是1万块钱 1万块钱年费真的是有点高了 那它怎么申请呢 你必须要是Lexus的车主 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亲属你爸爸 他是车主 然后你可以透过就是二等七以内的关系 然后也可以申请的到 所以只要你家人有Lexus的车子 你就可以申请看看 好 那这个活动期间是今年的1月1号到年底 它的刷卡回馈跟红利点数是一样的 国内三倍海外最高五倍 或者是它的指定的修车啊 这个指定的板金工工资有九折之类的 这个是这个卡片专属的这个回馈 那它的亮点是什么呢 就是市区停车它可以天天最高4个小时 这个很棒 因为刚刚讲过了 一般的顶级卡它的市区停车都是只有2个小时 而且只能够10次一个月这样子 但这张卡片是天天可以停 而且每天都可以折抵4个小时 所以你很常在这个市区里面游走 然后常常需要用到市区停车的 这张卡片就非常的适合你 提供给大家参考 下一张 下一张是我自己的买票神卡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绿光剧团的戏 所以呢 我当初它推出这张卡片的时候呢 我就特别的去申办 你们看到 这个虽然说是平面卡 但事实上我觉得它也是蛮好看的 那指锋这三个字是有那种 这种打亮的这种质感 会闪亮发光的 那背面的话就蛮普通的 就是只是一个这样子而已 那这张卡片呢 它的最大的特色 看我这边写的红色的字 指锋车认同卡来买绿光剧团的票 或者是指锋车的票 可以有七五折的折扣 七五折的折扣 排除了最便宜的票总 但是 一千两千的都有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 尤其是我喜欢看那个这个他们的戏 所以我就会用这张卡片来去买他们的指定场次 然后来享有这样子的折扣 早期的话呢 你是有顶级卡 你就可以直接加版了 但它现在已经把这个顶级卡的申请门槛给锁住了 所以你必须要持有它的预袭卡或是百金卡 然后努力的刷卡才有可能接受邀请 那受邀请之后呢 你一样是可以终身免年费去持有这张顶级卡 所以这张卡片非常的好 对于我来讲就是要看戏的时候再买 其他实践不用买 它都不会有年费问题 非常的不错 下一张 电信联名卡 这是中华电信顶级卡 中华电信顶级卡呢 我现在也是有持续的在做扣奖 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个是平面卡 那也是做的蛮有设计 以前的话 以前的卡片好像是金铜玉女的卡片很丑 我也还写过文章来 就是严余他们 那现在的话呢 其实这个卡片我个人觉得设计是好看的 那它有什么亮点呢 第一个就是 你如果拿来带缴中华电信的电话费 或者是你的手机化费 值 就是3%的点数回馈 那如果你是中华电信VIP会员 再翻一倍就变6%回馈 但是呢 不是每个人都是高资费的用户嘛 所以不会加入他的VIP 所以一般来讲 用这张卡片来扣缴中华电信的电话费 包括试化 或者是网路费 都是有3%回馈的 我觉得就蛮好的 那如果你是出国的话 用他的漫游 用这张卡片 搭配活动也有85者的折扣 这张卡片呢 它的那个年费 一年要缴5000块 付卡也是要的 所以没有必要申请付卡给家人使用 因为那个压力很大 那首年免年费的情况之下呢 第二年怎么样会收取年费 如果你的代扣缴没有超过3.6万 那你就会被收取年费 但是我觉得 代扣缴中华电信3.6万的年费 相对而言比一年刷50万还要简单 像我家里面的话呢 我自己还有我爸跟我妈 我们都是用中华电信的 我们三个人如果一个人500块的花费 三个人就1500了 那我们的试化一个月是1200到1300 所以等于是大概是2700 2800 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 一个月3000块的花费 是相对比较可以做到的 那你可能再多买一点东西 或是怎么样 你就符合这个资格 所以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讲 我觉得这是相对比较好去持有的顶级卡 那我这张卡片拿了三年吧 都没有被收过年费 那只要就是用中华电信代扣缴 这张卡片你一样可以持有 也是蛮好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下一张 环球联名卡 环球联名卡呢 他前一阵子有做过改版 然后这是新的直立的卡面这样子 这个卡面我没有放在身上 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 但是呢 这张卡片也是我现在很常用的 为什么 因为在中恒环球或者是 那个板桥 板桥好像没有 就是你只要有在环球购物中心 有搭配的部分 你都可以做四个小时的免费停车 只要过卡就可以折底 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讲是很不错的 因为开车去那边吃饭 然后呢 你没有做任何消费 或者是你吃饭折底完之后还有剩 你都可以用这张卡片来做折底 真的不错 那你在影城里面购票66折 这个也是蛮不错的这个优惠 那他的申请资格是固定年收200万 所以如果你的年收没有到这么高的话 请你试着用我的 我介绍的方式 就是他行年刷60万 或者是自行年刷36万以上 来试着申请看看 也许你会通过 就提供给你参考 那这张卡一样 如果你一年没有刷满50万 他是会收取年费的哦 那我第一年的年费 因为我之前还是有稍微在用 所以他有帮我做减免 但是第二年的部分就要再去谈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压力 但是他的优惠 其实我觉得跟其他顶级卡比起来 我还相对用得到 我就会想要保留 这样子 下一张 这个也是好几年前 大家就是趋之若鹜一直狂办 这是中信LinePay的顶级卡 LinePay顶级卡呢 它其实还蛮漂亮的 这个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一个是熊大 一个是兔兔的卡面 那听说LinePay 他们最近就是要发行信用卡 所以中信的这个发卡权 可能就会被拿走 这可能是最后的产物了 就是提供大家参考 那你们如果有想要的话 也赶快想办法去申请 那他的优惠回馈 跟一般的LinePay卡一样 国内1%海外2.8% LinePay点数回馈 指定通路最高有15% 像hotels.com之类的 那你用一卡通的储置机 来支付大众交通运输费 不包含高铁 有1%回馈 怎么申请呢 就是你拿中信LinePay一般的卡片 刷36万 那你就可以申请定期卡 它就会给你了 那如果你是签账卡的话 也是要刷36万 它才会给你 所以其实一个月刷3万 一年刷36万 压力真的是蛮大的 那你只要持有这张卡片的话呢 使用电子账单 或是绑地LinePay 通通都免年费 所以这个也是 办下来收藏用的 这个我到现在 都还是留着的 它还是活卡 但是我都没在刷 因为回馈更高的卡片 还有这样子 下一张呢 是这个ANA ANA其实说真的是 我自己 应该也算是很早期 就开始使用 像这一张你能不能看到 它有这个3D的立体飞机 当初在网路上面 就被人家讥笑为 这个所谓的 就叫什么 幽灵飞机 然后搭了之后呢 你可能你的飞机 就会掉下来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 原本他们内部是以为说 这是不是一个大受好评的一个设计 可是在网路上 它的那个反应 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他们后来就是取消这个版本 他们就发行了一个可以增加这个电子票证的 那像这个有3D卡面 它是没有任何的电子票证的版本 我觉得ANA的卡片设计 其实也算是蛮好看的 所以我是还蛮喜欢的 那它一开始是ANA的精致卡 后来推出极致卡 那最后再推出ANA无线卡 其实这两个卡片我都有申请 那甚至ANA极致卡也缴了三年的年费 无线卡也缴一年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疫情 然后我自己也比较少使用ANA的这个优惠 所以我后来我就先减卡了 但我还保有一般的精致卡 那精致卡其实他们都没有跟我说年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不用缴年费 然后呢 我的之前累积的里程还在账上 所以还是可以保留就是一点点的弹性 那将来要使用的时候再转出去就可以了 这张卡片有什么优惠呢 国内20元一里 海外10元一里 只要17000里就可以兑换台北东京来回机票 尤其是6月开始 其实日本又开放就是国境 然后可以让人家去了 现在就等台湾 台湾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许大家就会愿意去日本这样子 新卡首刷就送你1万里 所以你只要在额外累积7000里 7000里的话国内就是刷14万 或者是海外刷个7万块钱 你就可以换到一张机票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张卡片其实他的新卡里都蛮好的 怎么申请呢 固定年收只要120就可以申请了 所以不用到200 或者是近两个月的薪资有达到150万以上 你就有机会可以申请了 首年一定要缴年费 这个年费没有所谓的减免办法 所以第一年6600第二年8000块 这个我都缴过了 那你付卡也是要缴的 第一年3300第二年4000 我也是一口气就办三张卡片 给我家人使用 大家一起刷这样累积的里程比较快 所以这个是比较刚性规定的部分 那到底可不可以减免年费呢 网络上有此一说 如果你是财富管理会员 你放3000万以上的话 你的里赚也许可以帮你减免8000块年费 但是就要看你自己对银行的贡献度有没有 如果没有贡献度的话 我相信应该也是请不动啦 所以呢这个是提供大家参考 但是像这种年费型的卡片 对于我来讲 我都是乖乖的缴年费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争取减免的 所以我是一定要使用它的权益 就一定会去缴交年费 提供给你参考 最后的话呢 是前年的华航联名卡 华航顶中无线卡是当初标榜 就是发行金属卡面 像我这张也是金属卡面 之前也有做过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以前的影片 那这张卡片我用了一年之后 我就停掉了 停掉的原因是因为疫情还是不能飞 然后实卡成本2万2实在是太贵 我就不想用 但我第一年呢 我是有缴年费的 第二年的年费是2万2 是多了2千块钱这样子 那它有两个等级 一个是顶尊无线卡最珍贵的 最尊贵的 第二个是璀璨无线卡 璀璨无线卡的年费就比较亲民一点 就是6600跟ANA的等级是一样的 那第二年一样是收这个8000元的年费 那这张卡片因为它是 这个飞行专用的卡片 所以它给的一些飞行上面的福利比较好 甚至连机场接送也给你6趟 所以其实都是相对而言比较好的 它的亮点是什么 就是你在你的生日那个月份 消费最高就是6元10 那你的卡片等级越高 你可以刷的金额就越多 累积的领数就越多 所以这是它主打的这个亮点 但因为现在其实说真的 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国内还不打算 就是缩减这个住进时候的 这个居家就叫什么 隔离的时间数 如果还没有办法完全开放的话 大家是不能出国去玩的 所以这点我还是 只有抱持着比较保守的态度 就是里程卡的话呢 不建议现在持有 因为你的这个成本太贵了 如果真的可以就是随意出国旅行了 那你再来办底层卡 然后再来累积里程 相对而言是比较划算一点的 这提供给你参考 那下一个段落 我们来聊聊看 我都是怎么用这个顶级卡 那用顶级卡的方式 其实你卡片办下来之后 最主要就是刷卡累积里程 所以我的年费型的顶级卡 我大部分都是努力刷狂刷累积里程 到时候换机票出去用的 这是第一点 那再来的话就是它的权益 它的权益有没有哪些可以用呢 比如说顶级卡它的服务专线 其实接通非常的快速 尤其是0800 050505 你是用你的手机打 它进去都知道你是谁 不过最近可能因为使用上的人越来越多了 所以它的这个接通速度就没有那么快 然后可能还要有一些选单 但是早期呢 其实它的服务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还有就是这个海外紧急服务 其实是蛮好的 比如说有一次 我姐姐她从福岡回来 但是呢 她有换了一下这个飞机 所以呢 导致她那个机场接受 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没有去接到 我马上打电话 就是给中国信托 那中国信托 她查了这件事情之后 她说她要帮我们 就是马上再叫车 但是呢 因为我姐姐她已经就是 随手叫小王就直接回来了 所以比较麻烦 那他们就说不好意思 那我们这次就是把你们额外支付 这个所谓机场接送的费用 因为毕竟也没有接到嘛 所以呢 他就额外再汇了大概2,200左右 再折抵到我帐上的金额 所以就是一趟从桃园到南市角的这个 这个 供定价格的费用 大概就是2,200 所以我觉得中信那时候的处理是蛮好的 尤其是你在海外 那时候因为我人也还在日本 但是我没有办法直接帮我姐姐去处理这件事情 我就打电话他马上帮我处理好了 蛮好的 那再来第三点 就是大概七八年前 那时候接受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们没有把我的卡号做马赛克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蛮多倒刷的情形 我第一时间跟中信讲 其实中信他们马上就帮我 就是直接都取消卡片 然后帮我做这个列争议款的情形 那后来只要就是签个名 就签一款说明书签个名 之后就没我的事了 所以这些倒刷款项 虽然我一个都没有去缴付 但是他们都把我处理的好好的 所以这点他们的服务态度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第四点就是 因为我有中信的卡片 大概有40张以上 那常常会产生年费怎么办 其实大概像预期卡白金卡 或者是精致卡的等级的卡片年费 他们都可以直接帮我减免 所以这个只要打电话进去的话呢 他知道你有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直接帮你去处理 所以这个算是非常有效率的 所以这是我自己使用顶级卡的这几个心得 提供给你参考 其实他们的服务都蛮好的 所以我还是会保留一些些卡片 纵使我现在主力卡可能已经到美国运通 或者是使用玉山的卡片 但是呢 中国信用卡片顶级管我还是有保留一两张 那当我用到用得到他们的服务的时候 他们其实服务是蛮不错的 所以这点是个人很喜欢的 客服品质蛮好的 提供给你参考 那最后一个重点呢 就是大家要怎么去处理免费的问题 我也有几个小撇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 其实最主要是以你自己的年度 你的贡献度 你到底刷了多少 刷了多当然就有机会减免越多了 像我这个是我之前在整理文章的时候 看了我一整年就是刷卡的消费额度 去年大概才刷56万 没有很多 但是56万大概也可以减免一张顶级卡的这个年费了 所以这个是有办法去跟人家谈的 但是如果你在中国信托刷的金额没有那么多 那你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就是某些卡片 你就必须要取舍就不要去使用了 不然的话你就要缴交年费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年费绝对不是说你大声跟他喊 他就会帮你解冕 这倒是没有办法 第二个就是请你态度一定要和善 就是如果你遇到他没有办法帮你处理的 或是不愿意处理的 你可以挂掉之后在制定可能会有不同的客服帮你处理 也许就有机会 因为每个客服他可以帮客服帮人家减免的这个 可能他的那叫什么 他的range是有限的 那可能你之前那个已经不行了 所以他就换下一个可能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点倒是大家可以再多多尝试的 大家态度和善一点 我相信应该都是他们都很乐意帮你处理的 那再来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这种顶级卡的使用经验 或者是年费的问题 这些妹妹嘎嘎 你可以参考这本书 你不切得要买 但是你可以上网找来看 或者是你可以去书局翻翻书 这都蛮不错 这是我两年前出的书 刷卡 信用卡赚钱秘籍 宝可梦刷卡赚钱秘籍 这倒是蛮有趣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分享 其实也是针对大家就是留言 想说希望看到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这次特别整理了中国信托 我用了10张信用卡 那我个人的使用经验分享 然后还有就是 他的妹妹嘎嘎 跟一些不错的亮点 提供给你参考 也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然后邀请他们一起来看这支影片 学习更多的信用卡新知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